好的,衔接第一集现在是第二集啊,我们刚刚用了很多的笔墨来为大家讲解了这两个位置的剪针啊,后背片比前背片剪的帧数多,因为它是在剪针点的两侧都在剪针,但是前片呢是在一侧只剪袖子的部分,那么这位置没给大家讲,为什么要分开讲,因为这位置真的是很有技术含量,如果一起讲,所有人都会蒙圈,哈哈,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位置的,插纤袖的位置的 简针的方式,跟大家公布之后,大家有一个印象了,然后我们再遮回头来,讲这个位置的方法啊,首先来说,我们在这个位置的高度一共多少,一共是14厘米,同学们看到了吗,一共是14厘米啊,那么我们在整体的编织的过程当中,同学们别忘了啊,你的这个位置,看,你的这个地方,实际上在织的过程当中啊, 你看,你在这儿不停的剪针,这是一直跟着你向上走的,但是,当你的这个位置,看,当你的这个位置啊,来到一半的时候,我们要怎样,也就是说,高度啊,它总的高度是14厘米,对吗,啊,也就是它刚到7厘米的时候,就是这个位置啊,你的向上织的过程当中,知道这儿的时候,看,从这儿,向上已经知道这儿了,你是一行在这儿啊,知道这个位置的时候, 我们要怎样,要给它在这个位置进行领口的剪针,首先来说啊,我们要在它最边缘的位置,每两行剪三针,剪三次,剪三次呢啊, 也就是,这一行,我一下剪三针啊,隔一行剪三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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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用剪了三次,然后隔一行剪两针,也剪三次,看,然后隔一行剪一针,还剪三次,看到了吗? 也就是在这边,你剪针的同时,你在之前片的时候啊,你在剪你的袖子的同时,这个位置领口,在同时的剪针啊,两边,剪的规律是一样的,看到了吗? 按照这样的规律啊,我们将整个领口的位置的帧数剪完了以后,同学们看,这边也在不停的剪针,当你剪够这十三次之后,同学们可以把所有帧数给它, 收针,就是正身的所有帧数啊,收针,但是别收太紧,如果你收太紧的话,下一环节呢,就不好处理了啊,好了,收完针之后,我们另线起针,织谁啊?织这个领子的部分啊,首先我们来说,领子这一部分,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了多少呢? 28帧,呢?28帧啊,我们知道是什么花纹,叫单元宝花纹,这个花纹啊,单元宝和双元宝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,同学们如果能看这种图的话,截图就好了啊,看不懂图的同学,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单元宝花纹啊,这几个字就能够查到我之前给大家录的各种各样的教程啊,都是实际操作的这种,大家一看了就能够明白, 好,单元宝跟双元宝有差别啊,对待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?我们所有的单元宝,你看,它中间的这一针正针,看似其实它不是整针啊,就这个花纹它是一个裂开的状态,看到了吗?它像一个玉米粒一样,排列的这样的整齐,而且像干枯的玉米粒,看出来了吧?啊,所以它跟双元宝花纹有差别,双元宝你不用晕烫,它也是非常舒展的状态啊,拉得很直很舒展,它不像这种, 好,我们这28针织的是单元宝花纹,往返往返往返,一直向上织啊,长度织多少吗?56厘米,看,56厘米,织完56厘米之后呢,我们直接给它在这儿,你看,收了针了啊,就可以了,好,收完针之后,它就形成了一个领子的状态,我们现在要做什么?我们现在要将这个领子啊,同学们看,要将这个56厘米长的这个 跟长条,和你之前收边的这个位置做缝合,有同学说,哎呀,不行,边缘太宽,太长了,跟它合不到一块,有方法呀,你看,我们要将整个前片给它纳上折,怎样纳的折呢?同学们看啊,看,还是拿这做举例吧。 你看,两边,123456,一共拿了6个纸啊,同学们看,实际上就是什么呢?就是拿这一部分给它折叠上,折叠上之后呢,在上边呢,先给它预缝一下,固定好之后啊,你看,都这样预缝一下,你看,就是这样的一个折叠,折叠好了之后呢,将它怎样? 将它预缝一下,固定住了,是一个折叠状态了,然后再和正身,再和这个领边缝合在一起,明白了吗? 所以,大家不要小看,纳的这几个小纸啊,很像风琴纸啊,但是不是,哈哈,也就是,我们用一个方法,先把这些小纸给它固定好,然后呢,再和这个领边啊,相缝合,注意,如果我们已经固定好了这56厘米的长度,也就是这位置的小纸,就取决于你的这个长度。 固定好了,那么,什么时候我纳的这个纸刚好能和正身啊,能和这个部分是形成一个贴合状态,才能够停止,明白了吗?也就是这块很好操作,换个方法啊,也就是我们可以找出正中间的位置啊,看,正中间的位置先缝可以固定的地方,一直到这儿,你可以一直缝到我们这个剪针点的这个位置啊,然后剩下的分别再缝合,一边纳纸固定好它,再和这两部分缝,记住了吗? 很简单啊,好,这一部分完成之后,扣子直接钉上就行了啊,然后你看这个扣子呢,并没有织扣眼,我们只是其中找出来了一根线啊,你看,把这根线呢给它拉长,拉长之后形成一个孔洞,然后直接给它这样扣在这个里边就行了啊, 因为手工织的东西,再加上你用的是垂羊毛的线啊,你能够使线,但是你要用花线或者是棉线,这个可能就不一定能够达得到啊,好,这部分完成之后,还记得这儿吗? 我们当初这儿织了五厘米长,对不对?还是正针咧着呢?对不对?所以这时候,你需要给它向内折,看,向内折多少,折2.5厘米,然后在内部啊,给它缝合上,你看,正面只是有一道小小的印,但是看不出来,每次缝的时候只缝,一个小小的一根线就行了啊,两边分别缝合上, 包括哪啊?包括你的底边的部分,你看,缝合只是在前边看到它这儿有一道痕迹,对吗?但事实上,我们缝的时候啊,很认真,一针对一针,一针对一针的这样给它缝好的啊,用手针缝啊,缝好它之后,就睡到下一个环节了,哪呢?口袋啊,口袋你已经知道了啊,花纹和你的领子是一模一样的花纹,对不对?好,那么, 整个的口袋的部分啊,给大家看一眼,我们需要一共给它挑出多少针来呢?30针,看,从这儿到这儿啊,整个这一部分,距底边这儿啊,一共有11厘米,距旁边这儿呢是10厘米啊,的样子,然后我们在这儿位置一共挑出30针来,我们给它往返往往向上织什么啊,就跟它一样的花纹啊,向上,一共给它织多少,13厘米,然后 收边两侧缝合,两个口袋一模一样,要对称的状态才可以啊,好了,用这样的方式,我们的整个的这一部分啊,就完成了,不复杂,对吗? 复杂的位置也重复讲了两次,相信大家啊,从这个教程当中,学到了很多关于编织的知识,能够学为己用,好了,如果教程觉得对你有帮助,请点赞,非常感谢各位